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会看到这个类题 它说次磷酸根在碱性容易中依下列分解方程式 分解成亚磷酸根 在100度C的时候 次磷酸根的消耗速率 所以这个速率代表是次磷酸根的消耗速率 跟反应物浓度的关系如右表 好 第一个写出速率定律式 好 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求它的速率定律式的时候 要从它的三次的实验去找出它们的关系式 用控制边缘跟操纵边缘 那在这个三次的实验当中 如果我们将氢氧根离子的浓度给固定的时候 其中次磷酸根的浓度变为原来的5倍10 那次磷酸根的消耗速率 好 这个可以把它改写成16.0乘以10的-5 这样比较方便看 16除以3.2一样是5倍 好 所以这样可以由此可知 次磷酸根的浓度是一次方关系 好 那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实验 把氏酸根的浓度给固定住 当氢氧根离子浓度变为原来的4倍的时候 这个地方 好 这里可以改写成25.6乘以10的-4次方 好 这个去除以1.6乘以10的-4次方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16倍 好 所以氢氧根离子浓度4的平方等于16 所以氢氧跟离子浓度是2次方关系 好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速率定律式给写出来 那注意 这个写出来是次磷酸根的消耗速率的速率定律式 好 等于k乘上次磷酸根浓度的一次方 好 再乘上氢氧根离子浓度的2次方 好 这个就是它的速率定律式 好 再来第二小题 这个反应在100度C的时候的速率常数 那我们一样任意带一个实验进去求 好 那我们直接带第一个实验就可以了 那3.20乘上10的-5次方 那单位是大m除以分钟 好 会等于k乘上0.10的一次方 乘上1.0的平方 好 这样可以得到k 会等于3.2 乘上10的-4次方 好 那单位的话 因为这边是m的1次方 这边是m的2次方 所以总共是m的3次方 所以一减过去 就变成m的1-3等于-2次方 乘上分钟的-1次方 好 再来第三小题 求0.5公升的容易中 瞬间浓度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亚磷酸根的每分钟生成的末数 好 所以我们一样用浓度先去算 那因为我们知道亚磷酸根的生成速率 它的系数是1 次磷酸根的系数也是1 好 会等于次磷酸根的消耗速率 好 亚磷酸根的生成速率 好 那一样会等于3.20乘上10的-4次方 因为整个反应系统的k值是不变的 好 把k值带下来 再乘上 好 这个k值 然后再乘上 因为它说这两个的浓度都是在1.0m的时候 所以乘上1.0的一次方 再乘上1.0的二次方 好 所以会得到3.2乘上10的-4次方 那单位是大m除以分钟 好 这反应数率的单位都是大m除以分钟 好 那因为我们这里的单位是浓度 好 提基莫尔的浓度 那我们知道说磨尔数 会等于体积磨尔的浓度再乘上体积 以公升为单位嘛 好 所以听他说在0.5公升的容易当中 所以我们只要把3.20乘上10的-4 再乘上它的容易的体积数是0.5公升 好 那就会等于1.60乘上10的-4次方more 除以分钟 好 那第三小型答案就是这个 它每分钟的生成的more数就是这么多 好 这一题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一题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一题就是这个样子